我来了这几天以后 我们的这个专家小组的成业们 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其实这次的这个抗击香港 第五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一个全社会在广泛动员的 一场人民战争 从香港特区政府 到香港的相关部门 到我们的一些具体的机构和单位 尤其是我们广大的老百姓 都非常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 这场抗议斗争当中 所以我说它是一种系统战 是一场人民战争 因为我们坐车 是到下面去开会 和专家交流和部门交流 甚至去考察的时候 我们在大街上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行人 几乎都是在戴口罩 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我们香港老百姓的参与度 香港老百姓 它就本身是抗议的主力军 因为有广大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我们打一场人民战争 我们才能够最终地取得抗议的胜利 这是我的一个深刻的感受 同时我想告诉老百姓的是 虽说疫情现在在快速的 这个变化和上升阶段 但是必定我们对这种疾病 对这种病毒的认识在深化 香港有比较好的医疗资源条件 香港它的城市的治理和管理能力 也比较好 尤其是有中央的坚定支持 有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有我们社会各界的团结一期 再加上我们老百姓 主动地做抗议的议员 比如说我们戴口罩 通风 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外处 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实际上在香港已经是史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 而且落实得很好 所以都期盼能够早日结束 这种疫情 它必定不是一种大好流感 它会导致一定的重症 甚至是死亡 所以大家都有点担忧 这种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 香港视频卫生局 卫生署 包括卫生防疫中心和医管局 等这些专业部门 都在陆续地通过各种的渠道 向广大的市民来传递 防控的知识 性能 包括对这种疾病的有关的认识 我想通过这种教育 来让老百姓不要过多焦虑 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 因为这种疾病 它的传播速度还是快的 它的传播途径 呼吸道传播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那么它感染以后 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 慢性病的患者 它的重症和死亡的比例 它不是同于一般的流感的那种水平 它比它还是要高的 总的来说我们要树立信息 我们人类一定能够战胜新冠病毒 香港肯定能够战胜 新冠肺炎疫情和新冠病毒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